而最早喊出改变的美国总统欧巴马结束他在印尼的访问行程 接下来呢到南韩来参加即将登场的G20的高峰会 不过我们看到今天上午他跟夫人蜜雪儿呢 跟这位印尼官员在握手的时候格外受到关注 原来是因为这位印尼的资讯部长 他是非常传统的穆斯兰教徒 曾经就对外放话 他说不能够跟家人之外的任何女性有肢体接触 但是镜头却捕捉到 碰到了蜜雪儿他主动伸出双手 一身红色礼服蜜雪儿站在欧巴马身边浅浅的笑 依赫印尼官员握手 这看似平常的国际礼仪 怎么会突然变成了国际大头条呢 原来是这位印尼资讯部长森比林 身为传统穆斯林教徒 之前信誓旦旦的说 他避免与家人以外的女性有肢体接触 结果一看到蜜雪儿 忙不迭伸出双手还笑得真开怀 事后森比林还在推特上硬凹 说是蜜雪儿主动向她握手的 结果有图有真相 美国媒体还特别做了后置效果 证明是森比林先握蜜雪儿的 让影片还给第一夫人清白 不住的东张西望来到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欧巴马参观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 也积极修补美伊战争后 美国和穆斯林的破裂关系 身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 没想到欧巴马小时候却是个小导弹 CNN记者特别走访欧巴马的故乡 邻居和小学老师形容欧巴马小时候很调皮 不但会跟同学抢玩具枪 还在整条街的墙壁上画起地画来 和现在成熟稳重的模样 不可同日而语 中间新闻中文明报导